很享受耶 我跟副部長 今天面膜 輸選跟助選的過程中間 我相信藍綠的議員都是 一起下去輸選 所以每個都很辛苦 不是曬太陽就是在車隊掃見 不然就是在斬街口 那這陣子又比較冷 所以那個冷風吹到整個臉 臉又乾燥 皺紋出來也變黑 然後每個人都掃聲 那我自己就每天敷兩個面膜 我就深深的體會到 要讓我們藍綠的議員 或總黨派的議員 也能夠受他們面膜 然後回家好好保護自己的臉 那是我這麼想個人的感受